当缺乏善恶分辨的孩子拥有了超能力 他们究竟会如何使用 当力量成为暴力的凶器 无辜的孩子真的还是无辜的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喜剧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北欧超自然经总片《无辜者》 故事开始正值暑假 逸达一家准备搬到另一个小区 半路上熟睡中的逸达被姐姐哼哼哑哑哑的声音吵醒 窗外的风景在不断后退 逸达醒了醒神后 取下玻璃上粘的黑色糖果寒到了嘴里 身旁的姐姐还在狠狠翻走的一达趁父母不注意 狠狠掐了一下姐姐的大腿 对此姐姐毫无反应 因为她患有自闭症和语言障碍 无法说话 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 一达收回小手继续看向窗外 仿佛自己什么坏事都没做 很快一家人便抵达了新家 父母忙着收拾东西 姐姐也十分兴奋 可是一达却并不开心 在这个陌生的小区里没有她的朋友 想到这儿她不爽地朝楼下吐了口口水 心情不好的一达决定出门走走 她来到湖边踩死了沙地里爬墙的蚯蚓 在抬头时 发现湖对岸有个男孩正看着自己 还向自己挥手 一达没有回应 而是冷漠地扭头回家了 晚上临睡前 一达问妈妈 什么时候单独带她出去玩 妈妈自然不会答应这个要求 原因有很多 爸爸的新工作很难请假 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妈妈知道来到新的环境 需要时间来适应 于是她安抚一达道 你还可以去新学校结交新朋友 一达不满得多呢 可是大家都放暑假了 妈妈并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和一达到了晚安 准备离开 一达开口挽留妈妈 希望她能陪自己睡 但妈妈也只是答应把门敞开 离开妈妈后 一达看着墙上晃动的夜影 就像怪兽的触手一样 害怕得难以入眠 第二天 一达来到小区运动场 满心欢喜地 想要认识点新朋友 可是其他人都比她大 没有人理会她 就在一达沮丧地四处闲逛时 她遇到了昨天湖边的那个男孩 她主动走过来和一达打招呼 还提出带她去看好玩的东西 男孩名叫本杰明 也住在小区 兴许是因为年纪相仿 一达同意了 二人结伴穿过树林 来到了本杰明盖的小木屋 本杰明告诉一达 这里藏着自己打坏人的特殊弹弓 一达看了看周围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然后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你能隔山打牛 本杰明也没隐瞒 直接承认了 见一达还是不相信 本杰明向他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用意念移动物体 只见他集中注意力 让一达按照他的指示 将瓶盖从空中丢下 下一秒 一个本该垂直落下的瓶盖 竟直接飞到了旁边 一达惊呆了 竟然真的有超能力 经历了这件事 两个孤独的孩子 很快便结成了好伙伴 他们还一起 捣毁了森林里的蚂蚁窝 回到家后 一达兴奋的把本杰明 会用意念一物的事情 告诉了爸爸妈妈 不过他们早已过了 相信超能力的年纪 只当一达在胡说八道 妈妈还让他少跟那个男孩玩 意达有些失落 爸爸鼓励他 可以去跟踢足球的小朋友一起玩 意达刚想说些什么 姐姐不小心踢翻了水杯 爸爸妈妈又去照顾他了 第二天一早 为了交到新朋友 意达特意换上运动服 早早地出了门 但是运动场却空无一人 他失望地返回家中 看到妈妈还在照顾姐姐 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 意达看到墙上有打碎的玻璃渣 于是蒙上了个邪恶的想法 他趁妈妈不注意 把玻璃渣塞进了姐姐的鞋里 过了一会儿 妈妈急匆匆地带着姐姐出门看医生 意达就站在一旁 冷漠地看着妈妈给姐姐穿鞋 姐姐不会表达 就这样穿着鞋子出了门 镜头一转 来到了单亲小女孩艾莎的家里 艾莎患有白巅峰 因为没有朋友 每天只能跟娃娃和小猫玩耍 小猫趁艾莎不注意跑出了房间 艾莎追出来 却看到妈妈又在偷偷哭泣 见妈妈没有理会自己 艾莎决定先出门寻找小猫 但是就在她穿上鞋子的一刹那 刺痛传来 艾莎抬起脚 看到她的脚流血了 可仔细一看 血又消失了 也是在这时 小猫从她背后的门缝溜了出去 其实艾莎感受到的痛苦 正是意达姐姐感受到的 这就是艾莎的超能力 她拥有能够感受别人内心的能力 还可以感受别人的危险和痛苦 不过此时的艾莎还没有意识到 另一边 意达一家带着姐姐来看医生 姐姐穿着放有玻璃渣的鞋 只能一压一压却无法表达 最后握手 意达冷冷地坐在一旁 看着这一切 直到回到家 妈妈替姐姐脱鞋时 才发现鞋里有玻璃渣 以及姐姐血淋淋的脚 出门寻找小猫的艾莎 误打误撞来到了意达家那栋楼 房间中 受到感应的姐姐突然起身 晃动着门把手想要出门 艾莎听到动静 走到门口 也伸手握住了门把手 虽然隔着一扇门 但是二人却感受到了彼此的存在 第二天 在妈妈的要求下 意达带着姐姐出门玩 姐姐吃啥怪异的举止 频频引来关注 意达觉得很丢人 不一会儿 本杰明找了过来 意达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姐姐 就在这时 姐姐傻傻的 想把沙石塞进嘴里 出于本能 意达立刻伸手阻止了她 让她不要瞎吃 这样的姐姐令意达感到自卑 为了找回面子 意达开始捉弄姐姐 她先是在姐姐眼前拍手掌 然后又掐姐姐的手臂 一次来向本杰明 证明姐姐根本感觉不到外界 也不怕疼 本杰明心生好奇 上手狠狠地掐了一下姐姐的胳膊 没想到姐姐真的毫无反应 一旁的意达看着本杰明的行为 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是也没有阻止 随后 意达让姐姐乖乖坐在秋千上 然后便和本杰明 跑去运动场踢球 可是二人还没玩几分钟 便没一个金发男孩驱赶 虽然意达和本杰明心里有气 但是二人自知打不过人家 只能幸幸离开 另一边 坐在秋千上玩耍的姐姐 遇到了正在找猫的艾莎 艾莎安静地坐在另一个秋千上陪着她 艾莎的超能力 得以让她和姐姐达成心灵上的感应交流 被从运动场赶来的意达和本杰明 来到了小木屋 本杰明向意达展示了自己昨天捡到的小猫 而这正是艾莎苦苦寻觅的小猫 二人开心地捉弄着小猫 而后 本杰明想到了一个邪恶的玩法 他带着意达和小猫爬到楼顶 然后将小猫从楼梯间丢了下去 可怜的小猫并没有摔死 他拖着受伤的腿躲了起来 本杰明追下来 看到没有尸体 便带着意达四处寻觅 终于他们在地下室找到了小猫 就在他们以为小猫死了 并为此落泪时 小猫挣扎着爬起来走了几步 看起来只是摔断了腿 本杰明破地微笑 立马冲上前查看小猫 意达有些后悔 可是本杰明却提议要杀了小猫 意达被吓到了 扭过头完全不敢看这一幕 铜骨碎裂的声音 回荡在狭小逼色的走廊 本杰明冷漠地说道 身体还热乎乎的呢 意达被吓坏了 他不敢再停留 立马跑过去找姐姐 球肩上已经没有了姐姐的身影 意达慌忙四处寻找 最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姐姐 艾莎和姐姐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人正在开心地玩耍 姐姐不愿意回家 就在意达不知如何是好时 艾莎温柔地安放好姐姐 然后轻声询问她 花音刚落 姐姐竟然主动站了起来 还和艾莎拉上了手 看到这一幕的意达很震惊 分别前 艾莎问意达 明天能不能再带姐姐出来玩 意达表示自己可以试试 隔天上午 意达胳膊上被小猫抓伤的伤口 已经结痂 意达想到昨天答应艾莎的事情 主动提出带姐姐出去玩 姐姐高兴地手无足蹈 妈妈为意达难得的主动感到开心 在简单叮嘱了几句后 便让意达带着姐姐出门了 意达把姐姐交给艾莎照顾 随后独自来到小猫的死亡现场 但是现场只有一滩血迹 意达环顾四周 最后在铁网隔间里找到了小猫 他伸手抚摸小猫已经僵硬的尸体 似动非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死亡 片刻后 当他回到沙坑找姐姐和艾莎时 却看见本杰明也在 意达立马警惕了起来 他想带姐姐回家 但是姐姐却在一旁 开心地玩起了飞盘 飞盘在地上不停地旋转 意达被逗笑了 他好奇地询问本杰明 是不是他搞的 本杰明摇了摇头 表示是姐姐在控制 原来姐姐也有超能力 和本杰明一样 他也可以通过意念控制物体 本杰明向艾莎和姐姐 展示了自己用意念一物的超能力 不过这一次 移动的物体换成了大石头 本杰明成功了 很显然 比起上次控制瓶盖 他的能力已经大有提升 艾莎说自己也有超能力 他和姐姐心灵相通 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 意达好奇地问 他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内心 艾莎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还可以听到本杰明的内心 将信将疑的意达决定做个实验 他让姐姐和本杰明站在楼下 自己和艾莎爬到了楼上 然后他悄悄在艾莎耳边 说了一个词 香蕉 没想到本杰明也感应到了 脱口而出香蕉 原来不止姐姐能感应到艾莎 本杰明也可以 不过实验下来 大家发现 本杰明感应不到姐姐的内心 但他能通过感应到艾莎的内心 来感应姐姐 现在看来 四个小伙伴里只有艾达没有超能力 没人能感应到他的心 他也感应不到别人的心 手机铃声响起 妈妈叫艾达带姐姐回家吃晚饭 四个孩子就此告别 艾达和姐姐一回到家 便吃上了热腾腾的晚餐 但是本杰明和艾莎都是单亲家庭 要么是妈妈不在家 自己喝点可乐对付一下 要么是妈妈睡着了 自己只能吃点零食充饥 吃完饭后 艾达跑去看电视 姐姐坐在一旁 拿着画板画画 她在上面又画了一个鱼 与此同时感应到姐姐画画的艾莎 也在窗户上画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鱼 两个人心灵神会默契地笑了起来 对于姐姐古怪的样子 妈妈没说什么 另一边 艾莎念念有词地和姐姐隔空对话 艾莎妈妈看到女儿对着窗户自言自语 忍不住问了一句 艾莎告诉妈妈 自己正在跟一个不在这里的朋友说话 艾莎妈妈也没说什么 孩子的世界就是千奇百怪的 不过艾莎和姐姐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进行远程感应游戏的同时 本杰明也在试着感应艾莎 她知道艾莎在画鱼后 也模仿着在可可粉上画鱼 她的妈妈看到后 认为她在浪费粮食 立马出声阻止 但是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本杰明 根本没心思理会 妈妈见她毫无反应 直接上手 强行转过她的脸 然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深夜受了委屈的本杰明 迟迟无法入睡 她再次试着感应艾莎 与此同时 艾莎如同被操纵了般 迷迷糊糊的走到了客厅 直到被妈妈晃了几下 才清醒过来 艾莎告诉妈妈 客厅里有人 妈妈认为她说的是电视机的声音 于是哄着艾莎去睡觉 没有人知道 是本杰明用超能力干的 她现在不仅可以操纵物体 还可以操纵人体 第二天 四个孩子聚集在森林 想要测试内心感应的最远距离 艾莎姐姐和本杰明 互相站得远远的 然后易达趴在姐姐的耳朵上 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本杰明大笨蛋 并大声重复了出来 敏感的本杰明心以为真 愤怒的发动超能力推倒艾莎 然后还朝易达扔了块石头 幸好易达躲得快 本杰明气愤的从远处跑来 想要找艾莎算账 姐姐健壮立马跑过来 挡在了她面前 本杰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 姐姐也没有退缩 两人同时发动超能力 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战斗 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 但实则暗流汹涌 没过一会儿 姐姐身后的大树竟被声声折断 本杰明也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姐姐的超能力 竟然比自己还要强 艾莎匆匆赶来 发现一个小树枝插进了姐姐的腿里 看起来相当痛 本杰明好奇的凑过来查看 艾莎心疼姐姐 愤怒的推开了她 本杰明恶狠狠的骂了她一句 然后转身离开 易达安慰艾莎不用担心 姐姐感觉不到疼 更不会哭 艾莎却说姐姐只是不会表达 她的内心在哭 易达不以为意 之后在艾莎的鼓励下 姐姐终于开口说了几个词 易达第一次见到姐姐说话 惊喜万分 她主动和姐姐打招呼 没想到姐姐居然回应了她 易达担心的问姐姐伤口疼吗 姐姐磕磕巴巴的说 她在咬我 虽然回答的驴头不对马嘴 但是易达和艾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 三个人开心的笑了起来 易达带着姐姐回到家 妈妈一眼就注意到了姐姐腿上的伤口 她问易达到底去哪玩了 易达不敢说出真相 只好撒谎 姐姐是不小心摔伤的 妈妈也不傻 为了证明自己没开玩笑 易达立马把姐姐拉过来 让她开口叫妈妈 感应到这一切的艾莎也暗暗帮忙 教姐姐怎么叫妈妈 姐姐张开嘴试着开口 但是易达逼得太紧了 她念诺半天还是没叫出来 妈妈认为易达又在胡闹 生气的斥责了她 还说以后不会再让她带姐姐出去玩 易达又委屈又难过 来到本杰明这边 正值中午时分 妈妈在灶台前做饭 本杰明在餐桌前吃饼 闲着无聊的她 甚至用意念移动了一下炉子上的锅 没想到一下便成功了 一旁玩手机的妈妈被吓了一跳 本杰明忍不住笑了起来 妈妈本能的伸手去移锅 结果却被狠狠的烫了一下 转头一看 本杰明居然在笑 妈妈恶狠狠的骂了她两句 就在她准备走过去教训本杰明时 本杰明率先控制柜子上的平底锅 砸晕了妈妈 与此同时 艾莎看到自己妈妈的头上流下了鲜血 她吓坏了 担心地询问妈妈 妈妈摸摸额头 明明什么都没有 艾莎再定睛一看 妈妈额头上的血不见了 艾莎心里泛起了不好的预感 另一边 姐姐也感应到了这一切 妈妈晕倒在地 但本杰明却还在餐桌前无动于衷 想到妈妈刚刚骂自己的话 本杰明还是觉得不解气 她打翻炉子上沸腾的锅 把热汤全浇在了妈妈的腿上 妈妈抽出了几下 没了动静 感应到这一切的艾莎和姐姐都吓坏了 本杰明试探着走上前 发现妈妈已经毫无反应 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本杰明也想过救妈妈 她帮妈妈擦了腿上的水泡和脸上的血迹 但是妈妈依然没有醒来 于是她放弃了 平静地回到餐桌继续吃饼 不知过了多久 妈妈居然苏醒了过来 她掩掩一息 挣扎着向本杰明求救 但本杰明坐在餐桌前无动于衷 今的一天 孤独的艾达想要找本杰明玩 但是本杰明却并不在家 因为前一天 艾达带姐姐出去玩 姐姐受伤了 所以今天妈妈亲自带着姐姐下楼玩耍 艾莎刚好也在楼下 两个孩子一块在沙坑里玩 妈妈发现姐姐和艾莎居然在说话交流 姐姐还叫出了妈妈 妈妈喜极而泣 一回到家 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爸爸 在艾莎的暗中引导下 姐姐叫出了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高兴坏了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被忽视的一打 另一边 暗暗帮助姐姐的艾莎 也陷入了悲伤的情绪 她想爸爸了 傍晚时分 在外面闲逛了一天的本杰明回到小区 她远远地看见了上次在运动场捉弄自己的金发男孩 复仇之心重新燃起 回到家 本杰明去冰箱里找东西吃 旁边地上就躺着妈妈的尸体 但她却熟视无睹 过了一会儿 本杰明催动超能力 操控了楼下的壮汉邻居 壮汉迷糊糊地走出家门 然后在金发男孩回家避疆的天桥上 用石头砸死了她 这起杀人案很快便在小区里传开 家长们人心惶惶 嘱咐孩子最近不要出门 就算出门也不要跑远 尽管妈妈对义达再三叮咛 但她还是好奇地跑到了事发的天桥上 地上还残留着大片血迹 天桥下车流量很大 义达无聊地朝下面吐了口口水 再带头时 她看到了不远处的本杰明 就这样 两个孤单的孩子又混在了一起 义达跟随本杰明来到了她的小木屋 本杰明再三犹豫后 说出了自己能操控别人的事 义达起初并不相信 直到本杰明催动超能力 操控她爬上了旁边的破冰箱 义达回过神 发现自己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这才相信了本杰明所说的话 义达惊讶极了 好奇地追问本杰明是如何做到的 本杰明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与此同时 妈妈正在耐心地教姐姐如何看毒说话 在树林中玩了一会儿后 本杰明为了继续向义达证明自己的超能力 带她来到了天台 看着远处运动场上奔跑的孩子们 本杰明发动超能力 远远地将一个小男孩的腿生生折断 白骨裸露 小男孩痛苦地哀嚎响彻球场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一打感受到了恐惧 他没想到原先那个一起倒蚂蚁窝的玩伴 如今变得如此凶残 感应到这一切的艾莎冲出家门 找到罪魁祸首本杰明 想要阻止他做坏事 结果本杰明不仅不停劝阻 还用超能力攻击艾莎 他甚至还操控了艾莎 想让他窒息而死 眼看艾莎已经倒地 紧急之下 艾达从背后猛推了本杰明一把 这才打断了他 艾莎也呼吸过来了 本杰明看着艾达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唯一的朋友居然背叛了自己 本杰明愤怒地站起身 想要用超能力收拾艾达 就在这时 姐姐从远处匆匆赶来 本杰明是见识过他能力的 害怕地跑了 他回到家中 崩溃地探坐在地上大哭 嘴里还喊着妈妈 可惜妈妈已经被他害死了 现在他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另一边 艾达和姐姐告别艾莎后 也回到了家 死里逃生的艾莎越想越不放心 勇敢的他 立马通过感应告诉姐姐 我们必须马上阻止本杰明 他利用超能力做了很多坏事 是他操控别人 杀死了那个金发男孩 姐姐将这些话 复述给了艾达 艾达听到后 想带姐姐出去和艾莎会合 但是妈妈认为太晚了 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没办法 三人只能搁置行动 只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在这个夜晚 本杰明就将魔手伸向了艾莎 深夜 艾莎被妈妈的哭声吵醒 对此 她早已习以为常 突然哭声停止 艾莎觉得很奇怪 此时她的妈妈 已经被本杰明操控 拿起了尖刀 艾莎担心妈妈出门查看 但是在妈妈的眼里 她变成了提着死兔子的怪物 艾莎不断地呼喊妈妈 但妈妈只是面无表情地 一步步朝她走来 最后 艾莎被妈妈一刀刺死了 妈妈恢复了神志 看着被刺伤的艾莎 妈妈崩溃不已 尽管她立马打了急救电话 但艾莎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这一切都被姐姐感应到了 她想要去救艾莎 却在她走到楼梯间时 她感应到 艾莎已经被刺死 姐姐崩溃地大叫一声 瘫坐在了地上 爸爸妈妈听到声音 立马赶过来 抱住了姐姐 艾达看着发疯的姐姐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不久后 艾莎一家的事公布 艾达才明白一切 门人知道这件事 是一个叫本杰明的小孩操控的 在大人眼里 只是精神失常的妈妈杀了女儿 艾莎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本杰明的报复并没有结束 她也曾想对姐姐和艾达下手 某天 爸爸带着姐姐和艾达 刚进单元楼 背后便突然冲出来 一个奇怪的男人 不过好在 他被挡在了单元门外 但是艾达明白 一定是本杰明操控了他 自从艾莎死后 姐姐就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艾达勘求姐姐快点好起来阻止本杰明 但无论他怎么说 姐姐都是一副憨傻模样 晚上临睡前 艾达请教妈妈 如果有人想做坏事该怎么办 妈妈告诉他 要告诉大人 艾达接着问道 如果我已经长大了呢 妈妈说 或许你可以自己解决 或者告诉警察 这一晚 艾达做了个决定 他要自己去解决问题 第二天 艾达拿上所有的零花钱 准备独自去找本杰明 出门前 他甚至略嫌悲壮的与妈妈拥抱告别 之后 艾达带着全部零钱买的飞机 找到了本杰明 说要和他一起玩飞机 看到飞机的那一刻 本杰明早已忘了之前的不愉快 开心的跟着艾达出门玩耍 艾达假装贪玩 将他引到天桥上 然后鼓动他站高点 这样飞机会坠落的更刺激 本杰明开心的爬上防护栏 就在他准备抛飞机时 一个路人恰巧路过 大声提醒他们飞线 艾达知道时不待机 于是咬了咬牙 狠心的将本杰明推了下去 目睹了这一切的路人震撼不已 艾达害怕的跑走了 不过本杰明并没有摔死 而是落在了一旁的绿化带上 他对艾达发动了超能力 艾达害怕的躲进树林 拿捡起脚边的碎玻璃防身 突然四周顿入黑暗 手边的树枝变成了蟒蛇 远处出现了几个人 急速朝他追来 艾达害怕的连连后推 慢慢走到了马路上 前进一半之际 艾达被手中玻璃 划破手掌的疼痛惊醒 回到了现实 此时他正站在马路中央 一辆汽车急驰而来 艾达往草筒一个飞扑 成功躲过一劫 虽然艾达性命无忧 但是他摔断了腿 被送进了医院 艾达醒来后 妈妈担心的询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目击者说 看到他推人了 艾达又只是在玩耍 躺死了过去 这一次妈妈很温柔 并没有再追问 毕竟没有人会相信 小孩子会故意杀人 几天后艾达出院回家了 不过他的腿上 打了厚厚的石膏 姐姐还是老样子 艾达透过窗户 看到了远处的本杰明 他正直勾勾的盯着艾达家 艾达有些害怕 他转过身 却看到厨房里 温柔的妈妈 忽然握着菜刀转过身来 艾达担心妈妈 同爱上的妈妈一样 被本杰明控制了 于是果断跑进卫生间 躲了起来 很快妈妈便敲响了门 不过他只是叮嘱艾达 自己要出门采购 让他照顾一下姐姐 艾达松了口气 在确定妈妈 已经离开家后 才从卫生间出来 可是他环顾四周 却发现 原本在客厅画画的姐姐不见了 原来勇敢的姐姐 为了替艾莎报仇 为了保护艾达 下楼去找本杰明了 姐姐在湖边找到了本杰明 两人隔着人工湖 开始用超能力暗暗较量 周围有很多人 小孩在玩耍兮兮 大人在开心闲聊 没有人察觉到 两个小孩子之间的暗流涌动 本杰明暗暗发力 人工湖的湖水无声涌动 下一秒 姐姐突然瘫坐在地 本杰明略胜一筹 艾达担心姐姐 焦急的追出门 来不及等电梯了 他看向了一旁的楼梯 艾达想要磕掉 腿上的石膏下楼 但是死活磕不掉 他抓狂的大吼一声 腿上的石膏硬生破碎 艾达的超能力 也被激发了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本杰明已经离开胡顿岸 姐姐没有放弃 爬起来继续战斗 本杰明感应到后 立即反击了回去 周围大人们 还在三三两两的聊天 对二人的战斗一无所知 只有小孩们不知怎的 感应到了什么 纷纷朝这边 投来了担忧的目光 艾达忍着脚上的疼痛 一拳一拐的 跑到姐姐身边 楼上很多受到感应的小孩 纷纷探出头 观看这场世纪大战 艾达握住姐姐的手 两人联手对抗 本杰明再也扛不住了 他慢慢的退坐在身后的秋千上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力量涌来 本杰明挣扎几下 梦然垂下了头 这场大战 以本杰明的死亡告终 围观的孩子相继离场 姐姐和艾达也回到了家 姐姐又恢复了 以往憨傻的模样 坐在地上继续画画 不过艾达已经明白 姐姐也是有血有肉 有自己思想的一个人 他会痛也有情感 很快妈妈回到了家 他不知道女儿们 刚刚经历了生死时刻 还在纳闷地叨到 外面怎么有救护车 艾达没忍住 不在妈妈怀里嚎啕大哭 另一边 姐姐清空了画板上的话 一切都发生了 但又好像从未发生过 至此电影结束 无辜者出自于 挪威辛瑞导演 埃斯基尔·沃格特之手 讲述了四个 看似无辜的孩子之间 发生的超能力恐怖故事 演片还入围了 2021年 嘎那电影节的一种 关注单元 颇受好评 演片中既没有出现任何鬼怪 也没有出现任何奇异生物 但却向我们揭示了 最恐怖的生物 正是获得强大力量的无辜孩子 他们缺乏善恶分辨的能力 在获得超能力的同时 却没有意识到 力量和暴力只在一年之间 其实导演通过电影 最想探讨的 不是坏孩子 是不是就是邪恶的 而是身处的环境 和背后的家庭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 每个孩子最初 可能都是无辜的 然而画板画乱了 可以重新恢复空白 人生走错了 却再也无法挽回 好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